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大有為 今天大盤又在上漲了 每天一漲一跌 然後都在過前高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盤我之前是不是講過了 這是行進間的換手 當怎麼樣 當這些阻力的成本 都在這附近的時候 它既不能因為量的關係 既不能往上急拉 再灌殺下去 它也麻煩 它只有在這邊 緩步的攻堅 這個叫做行進間的換手 那很多投資人 對這行情完全失去了方向 那結果怎麼樣 股票怎麼樣 換手成功之後 開始慢慢的往上墊高 等到怎麼樣 怎麼樣漲到一定的幅度的時候 往上噴出 你才發現這個怎麼樣 這個行情已經開始了 是不是 這個就叫做溫水煮青蛙的 行進間的換手 這個我之前就講過了 是不是 那今天大盤漲了37點 你看起來以為漲不多 今天漲了37點 量能是996億 好 我們來看K線 是不是都在過前高 留個下引線又過前高 而且量能根本沒有失控啊 自從4月25號殺一個長黑之後 隔天 我當時是不是跟你講 這個8671的低點 根本不需要量 就直接站上前一天的收盤價 接著就怎麼樣 一路的過新高 那這個盤就是叫做行進間的換手 而過去很多中小型的電子股 是不是都漲翻天了 那這些籌碼 這些資金出來以後 要去哪裡 當然去這個資金籌碼 最安定的生計股了 沒有錯吧 所以我4月23號 是不是告訴你自情 是不是告訴你合一 4月的基亞跟雲層走了一波以後 5月是不是在4月底的時候 我告訴你5月開始怎麼樣 自情 5月開始合一 有沒有 那可是今天呢 生計股很多都回檔 很多都回檔你要怎麼樣 你要注意哦 有些股票回檔是讓你買的 回檔是讓你買的哦 好 那在講生計股之前 我昨天有講一檔股票 為什麼要講這檔股票 因為你看到生計股現在跌 你會怕 你看到漲你想追 可是真的跌下來了 你又不敢買了 不是嗎 真的跌下來 你是不是說 哎呀好險我沒有買 本來就是要拉回買的嘛 你怎麼是漲的時候想買 跌的時候想賣呢 是不是 所以今天有一檔股票 我要跟各位講 天宇 又漲停了 昨天跳空漲停 今天又漲停 那這檔股票 為什麼拿出來講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啊 我們本來就有天宇這檔股票啊 而且天宇這檔股票 我們在什麼時候進場的 你還記得嗎 2月12號耶 是不是 那中間的過程呢 中間過程我待會跟各位講 這一段我們在這邊佈局 佈局以後 是不是直接跳空開漲停 是不是 接著就一路創新高 拉回的時候我有提醒你 這邊在怎麼樣 在做洗盤換手 起漲的時候我也有告訴你 這邊我告訴你 這邊拉回做修正 是怎麼樣 是找買點 現在呢 連續兩根漲停板過前高 是不是大賺五成 做教的感覺 是不是只有會員朋友才知道 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就是以這檔股票來看 現在是不是漲停 是不是過前高 是不是連昨天 甚至之前 假設你是之前看我的節目 買在高點的 你現在是不是解套還倒賺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股票像天宇一樣 有沒有股票 有沒有辦法像天宇一樣 今天9點02分就收盤 昨天9點就收盤 今天9點02分就收盤 兩天都在9點第一盤就收盤了 很多的投資朋友還在怎麼樣 1點半等最後一盤的收盤價 對不對 我們的股票 9點第一盤就收盤了 那這張股票 我不是漲停板才跟你講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你長期收看我節目 我是不是這張股票 跌的時候都在講 買進的時候都沒有漲 買進的時候在哪裡 買進在這邊 這邊 這邊一下漲一下跌 一下漲一下跌 我這邊是持續買 對不對 而且4月29號的時候我跟你講 在它漲之前我跟你講什麼 你還記得嗎 4月29號我說籌碼越來越乾淨 你傻傻的從上面賣 賣掉以後 你覺得怎麼樣你賣對了 可是呢你確實如果做短線這邊賣沒有錯 可是你這邊賣掉以後 接著殺下來以後你會買嗎 你會買嗎 我說這是雙腳打底你會買嗎 我說籌碼越來越乾淨了 是因為你們都賣掉了 你們想做短線都賣掉了 不管是小賺還是賠錢的 都全部都賣了 所以籌碼越來越乾淨了 所以它會成為雙腳打底一個形態 5月5號 我說坐在轎上等人台還記得嗎 5月5號也就是禮拜一 我說坐在轎上等人台 隔天你會看到什麼 隔天的消息 就是5月6號的消息 5月7號反映 反映什麼 5月7號是不是一開盤就漲停 5月6號反映什麼 3月的營收是不是怎樣 年增200多% 3月的營收是什麼時候報的 是4月初報的 是在這邊報的 也就是說這一波上漲 是反映3月的嘛 是不是 所以呢 這次的壓回 這次的壓回再上漲 是不是反映4月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什麼 坐在轎上等人台嘛 我是不是事前跟你講 我有沒有事前跟你講 營收公佈前有沒有告訴你 坐在轎上等人台 那你有沒有跟上 我們不可能怎麼樣 等到營收出來以後才去追股票嘛 一定是營收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我們開始要佈局了嘛 所以我在4月29號 4月30號 甚至5月5號 我都不斷地告訴你 拉回是早買點嘛 我都告訴你這邊是怎麼樣 是打雙腳嘛 我都說怎麼樣 你要先來坐轎等人台嘛 你不要以為你在坐轎耶 這張股票是我們會員的朋友 在持有的 我怎麼可能讓我的會員朋友 讓他去抬轎嘛 那這段過程是不是漲漲跌跌 我不是漲才拿出來講 跌的時候有沒有提醒你 3月11號 這一段買進以後 是不是直接每天創新高 可是呢 出現2N黑K的時候 我是說洗盤 我沒有說結束了 我說洗盤了 是不是 4月3號 我說修正後再創新高 有沒有創新高 4月24號 我說拉回還是買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在哪裡 4月3號 4月24號是在這邊 有沒有在這邊 我說拉回還是買點嘛 5月5號真的拉回啦 是坐在轎上等人台嘛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辦法提前告訴你 你的眼光有沒有那麼遠 我們就拿這張股票來做例子 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當電子股 它的資金轉換成怎麼樣 生技股 當籌碼移到生技股的時候 誰先知道 也只有田大偉先知道嘛 接著我再給各位看天宇的周線 我怎麼跟各位講 天宇3月7號的時候 它連續攻擊型態 你以為它漲多了對不對 我說你怕什麼 這個節目上都有存檔的 4月3號 你看看 在這邊 這個是3月7號 4月3號拉回之後再創新高 4月11號我說3月營收2月表現 所以4月的4月就是反應3月 現在就是反應4月不是嗎 所以做股票你如果是短線操作的話 那你不需要跟投股老師 跟投股老師你要賺翻倍的 最少也要賺5成啊 不是嗎 我要看得到未來 你跟我才有代價嘛 如果是短線衝來衝去你自己做就好了 不管是做一檔股票還是三檔股票的持股操作都一樣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當時買的時候 是不是等2月10號殺下來的時候 2月11號 我說兩年大抵完成跟上就對了 對不對 12號我元宵節還送你一檔股票 有沒有 才等米添雨 12號在哪裡 就是拉回以後的第二天 20號我說壓不住了 21號就漲停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我們知道這家公司做什麼 因為他幫宏達電跟小米機代工這個電池跟行動電源 過去因為宏達電銷量不好 可是他切入小米機再加上宏達電現在怎麼樣 銷量上升了 你覺得幫他代工的這個小米的宏達電的天宇 行情會差嗎 代工小米以後業績爆發 之前幫宏達電代工 當然業績不如預期 那你當然是在怎麼樣 業績剛開始啟動的時候趕快進場啊 所以呢 我拿天宇這張股票來跟各位談 這也是我們所有投資朋友 所有的會員朋友手上的持股 你有錯吧 是不是該恭喜自己 是不是該給自己一個掌聲 在這個上漲跟修正的過程之中 我有沒有提醒你 是洗盤 你要怎麼樣 要抱得住 懂我的意思嗎 拉回它是怎麼樣 什麼籌碼結構的變化 量價結構有沒有改變 抱得住抱不住 就是看你的老師懂不懂 不要一殺下來一往上就要追 一殺下來就要賣 你看不懂股票嘛 那跟一般投資人有什麼差別呢 你只是多一張牌的散戶而已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拿天宇的角度我們來看 一檔股票如果你看得懂 你就可以怎麼樣 在每個轉折你看得懂 你就可以抱得很久 你就能賺得到它的波段的錢 可是你進進出出 你絕對賺不到它的錢 好 那所以現在生計股也面臨到什麼 修正的形態 也面臨到修正的形態喔 我們先講兩檔股票 這檔股票 今天基亞開高之後殺回來 但是另外一檔股票一樣往上攻擊 一樣繼續漲 今天還是繼續漲停 那現在你看到這些股票 繼續漲停的情況之下 那你該怎麼辦 基亞它沒有漲停 雲層它漲停了 我怎麼跟各位講的 我說現在很多股票 現在很多股票怎麼樣 你要做生計股OK啊 可是你注意生計的產業 我大概列了幾項分類的 這些族群 有新藥原料的 有生計服務的 健美的 醫藥代理的這個通路的 檢測設備的 零零種種 還有集團切入的 還有異業結盟的 本身沒有做喔 可是它投資生計的 這麼多股票 這產業怎麼選 難道是選現在最便宜的嗎 還是要去追現在最強的呢 要如何選 再來 如果再怎麼樣 再細分 這也是大 這也是大概而已 總共將信200檔股票 這邊寫不下 接下來要哪一檔股票可以做 基亞跟雲層飆上去以後 哪一檔股票還可以做 各位投資朋友 有沒有覺得 已經怎麼樣一頭霧水了 200多 將近200檔股票你怎麼做 這麼多產業 我是要做醫療美容的呢 還是要做檢測系統 還是要做健身器材 還是要做新藥的 沒有關係 我都幫你選好了 過去我講的基亞 它做肝癌的 對不對 那時候200多塊你錯過了 雲層他是怎麼樣 基亞的母公司 當時19塊的時候 不是20幾塊 19塊的時候 20幾塊30幾塊 你不買現在多少了 現在50幾塊了 現在50幾塊了 那4月基亞跟雲層漲上去之後 那5月也就是4月底的時候 4月23號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現在要開始做生計股了 這個時候 你聽了我的話了嗎 我的話你聽進去了嗎 這檔股票 過關以後 這昨天漲停喔 過關以後 是不是每天都有機會買 有沒有機會買 你如果這邊賣掉的話 你會在這邊追回來嗎 你這邊賣低點的 你這邊會買回來嗎 不會嘛 可是你看 現在很多 注意看喔 把這個圖記起來喔 把這個圖記起來喔 這麼多的黑K 開高走低的什麼 代量的 待會你會有很多股票都看得到 他現在再創新高了 在他上再創新高的過程之中 很多怎麼樣 當天是爆量收黑的 爆量收黑以後他繼續漲 那現在很多生計股 很多生計股喔 你要注意喔 他爆量收黑的時候 是買點還是賣點 我們待會一檔一檔來談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你不要再拿現在很多股票 這個殺下來了 有量了 趕快跑 賺一點點趕快跑 小鼻子小眼睛啊 我昨天講過了 如果是一檔標股的話 你去看這個聯發科 你去看大力光 它的漲勢有沒有每天鎖漲停 沒有 也是反復的震盪 不斷的創新高上去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股票 都會依循這些模式 為什麼 因為籌碼安定 就那麼簡單 籌碼安定 還有基本面的題材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爆量收黑以後 壓回一天再創新高 爆量收黑以後 壓回兩天再創新高 然後連續爆量的時候 但是呢 爆量的能量越來越小的時候 哇 沿路創新高 這些都是怎麼樣 創新高你以為的壓力 它都過給你看 你以為帶量藏黑的壓力 它都過給你看 你以為帶量藏黑的壓力 它又過給你看 這就叫做什麼 有基本面 籌碼又集中的標股 所以我們現在要複製 GR跟雲層的模式 不是嗎 雲層也是一樣 過關是不是也是大漲 這張股票我更早就比GR還早跟你講的 今天還說漲停 中間的過程有沒有帶量藏黑 基本上沒有耶 只有這一根是收平盤的 所以強者很強 你現在就是要做最強的股票 現在生技股在狂飆中 你現在沒有跟上我五月的什麼 生技致富的藍寶皆尼 你不要連最後我的車尾燈你都看不到 什麼車尾燈 就是怎麼樣 當基亞已經漲上去了 你去找那些底部的 然後動也不動的 人家股票漲上去了 你的股票不賺也不賠 白白浪費兩個月 白白浪費兩個月 所以現在你沒有介入到生技股 你介入生技股 你還選錯股的話 都一樣都會浪費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現在盤面上 這一波飆漲最兇的就是什麼生技股 五月份是生技一月 你手上一定要有生技股 你不知道買哪一檔的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進場的 你一定要來找我田大偉 廣告時間把電話撥通 趁現在我們怎麼樣 母親節的一個活動 你趁這個時機一點 趕快把電話撥通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待會來談 我們現在待會 明天甚至下禮拜 要佈局哪一類的股票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歡迎來到現場 歡迎來到現場 現在各位投資朋友 天宇漲上去了 對不對 天宇漲上去了 又過前高了 然後接著 基亞今天再創新高 雲城再說賞停 現在生技股狂飆當中耶 你現在不跟上我的五月生技 致富的藍寶皆尼啊 你不要最後連我的車尾燈你都看不到 你還在佈局那些什麼 不會漲的生技股 做生技股就是怎麼樣 你看現在的主流你要好好的咬住啊 不要因為它怎麼樣 剛開始漲你覺得它漲高了 然後你退而求其次 去找那些正在怎麼還在打底的股票 這個問題是怎麼樣很嚴重耶 等到股票漲上去的時候 很多股票很多生技股在下面不動耶 結果一來一回你差多少 所以這次的什麼 生技股標股你一定要跟上 那你現在要買什麼 基亞、雲層都過去了 你現在要買什麼 4166的志勤 如果我說它還會漲 你相不相信 你敢不敢買 你敢不敢買 我說它是怎麼樣 複製基亞跟雲層的模式 你敢不敢買 今天下跌喔 今天過高以後下跌喔 那這款股票可以買嗎 可以買嗎 漲的時候你是不是說要等拉回 那真的拉回呢 你是不是又變再看看了 你認為它漲太兇了對不對 這邊買不夠的怎麼辦 昨天我說什麼 現在下車都要回來抬轎 有沒有 漲了三根了你想賣嘛 你今天就賣掉了嘛 你今天賣掉以後呢 那今天怎樣 今天是怎樣 過高之後再壓回 然後收平盤附近耶 長完了嗎 恐怖恐怖 怕不怕 你是不是怎麼樣 你覺得賣對了對不對 我說這是進貨的手法 好奇怪喔 很多人都說它賣掉啦 賺好多賣掉啦 這個為什麼 它認為它不會漲了嘛 所以它賣掉了嘛 那你就看它未來會不會漲嘛 我說它是進貨的手法嘛 我之前是不是講過 上一段是不是講過 行星間的換手 行星間的換手有很多種形態 這叫壓盤甩轎的形態 今天一開盤 有人去追價 有人去追價 幾乎怎麼樣 追到高點 這個量能出在這邊 但是買價一定是怎麼樣 買在高點 買在高點打下來 直接打破什麼 今天的開盤價 結果你看到 有人接 當然是有人賣才有人接得到嘛 第二角有人接 最後一收盤 密集的開始出現買盤 這個叫做壓盤的甩轎手法 你看不懂沒有關係 你跟上我的腳步你就知道了 過去的淫層 天宇 我們是不是一步一步的 他怎麼走 我是不是都事先告訴你了 他今天會漲 天宇今天會漲兩個停盤 我是不是之前就告訴你了 那我現在告訴你 他是壓盤這個甩轎 我是不是告訴你 這是周縣剛起漲而已 他只是剛開始而已 你怕什麼 那我給各位看起漲股票 辣椒的時候 我當時來做辣椒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1月20號 是不是爆量長黑 那1月20號為什麼敢買 1月21號為什麼會漲 1月20號為什麼再撞新高 1月23號為什麼還是撞新高 1月27號 封關的時候我說爆股過年 下跌我說爆股過年 結果呢 你看 是不是壓回以後 就沒有再有低點了 是不是連我的車尾燈都看不到了 座駕手法你要看得懂 因為時間關係 我再給各位看一檔 這檔生技股 得因 我當時在這邊買的 對不對 隔天就收高 2月13號 連續兩天都創新高 14號壓回 我有沒有叫你賣 到20號有沒有 20號我說是拉回找買點 我說是拉回找買點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這根洗盤的K線 因為我看到這根洗盤 壓低之後直接往上拉 就是這根的洗盤K線 所以隔天才要買 21號我還說拉回找買點 結果現在呢 結果那時候 不是現在 那個時候 你看看 一路狂飆 是不是這邊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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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狂飆 是不是長得比之前還多 所以現在我說怎麼樣 我說他現在就是買點 我說他現在買點 你不能再錯過了 所以現在 各位投資朋友 現在檯面上 主流股就是生技股了 你不知道買哪一檔 你不知道什麼時期要進場的 你一定來找我 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 合一我就怎麼樣 合一我只能跟各位講說 現在 我5月7號跟你講什麼 他是洗盤換手 我說什麼 今天還是一樣 這叫做壓低進貨 這叫壓低進貨 我明天再跟各位解釋 什麼叫壓低進貨 但是呢 我今天有一張股票要給大家 因為母親節這個專案 我有一張股票送給大家 陳德 這張股票啊 你以為它漲多了 對不對 你以為它漲多了 可是它是修正完 量縮修正完的一個什麼 代量大漲 這張股票只是修正而已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你現在最重要的支持是什麼 資金準備好 把標股報勞 跟上標股特塊車 廣告中的電話 你要趕快撥通喔 還有一檔股票 還有一檔生技股 押回之後 就會再上去了 買點不會太多了 我們時間的關係 明天再見 把電話撥通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訊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